這個證明我們希望再有遊客 我們希望再有遊客 很清楚雖然你會見到出來的 是一群大香港學生 但是他那群研究也很清楚 不是這一批的大學生 在兩次遊客 無論是6月9日的遊客 加上過三百萬的香港走過出來的人 他們的清楚的訴求是沒有變化的 去到今天其實林鄭是零應 當然有一些我們明白的 她可能身不容棄 中聯辦或者中共被他們辭職 但是其他所有的訴求 她作為特首是沒有可能有關的事情 我特別想說一件事 其實是很有趣的 當民可不可以將這個武器 武當拿走的時候 她就說不關我事 是盧偉聰 其實這個是絕對不是事實 是光榮 如果用這個邏輯的前線的警員 說給警長聽有暴動 警長就跟幫辦說有暴動 幫辦就跟警務處長說有暴動 跟著跟林鄭說有暴動 那就變了暴動 有沒有搞錯 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 那天如果 如果盧偉聰懂得用語言藝術 說一部分暴動 一部分不是的話 其實清楚 如果在這件事裡面 所謂的暴動是站不住的 她要強行來 但是強行來的結果 最少有五個年輕人 或者會更加多 是講幾十年計的 這個 我們不會給她這麼做 因為這三百萬難出來的人 跟那些所謂的暴動 基本上我們的要求是一樣的 如果有人說 整個政府 有幾萬個警察 穿了防備 她是弱者 跟著挑起的是暴動 我跟她說 當然不是 政府 在制度上的暴力 由始至終 將所有反對送中的聲音 置之不明 這個最粗獲的 定第一九成的 是這個政府 但是今天為什麼我跟超雄 和其他人走出來 其實我們是不想 明天有任何衝突 不想再有人受催淚彈 橡膠子彈 所以才跟一些家長 今天走出來 大家都知道 林鄭在這裡 她是有權 幫我拿走我的電話 成立一個獨立檢查委員會 很困難嗎 很困難嗎 再將這個暴動 重新去再檢討 拿走了它 很困難嗎 叫警方不要亂禁去告 叫律政司司長 不要是告 不是告 齊生署 有幾困難 這些全部是林鄭 她自己 她能夠做的事 所以我們才走出來 告訴別人 她想 扮無知 想說不關我事 什麼都是 一是盧偉聰 一是鄭若驊 一是這個那個 我和所有的市民 這個責任是林鄭月火 而學生是很清楚 要她出來回應 我們要求出來回應 是合理 不過 如果 政府不會回應 明天有任何的騷擾 或者有任何 有學生走出來 他們籌不著氣 同六一二一一 所有的議員 都會被我們應該的孩子 是監察 不會被 一些警察亂打人 不會被警察 連自己編號都不拿出來 委任證不拿出來 不知她是哪一個 然後亂打學生 這個不能夠再發生 我們也都會 今天呢 再一次 我和超鴻都會寫信 給監警員的要求 警方和監警員的代表 在明天 全時間 在這裡 監察警方 不過我們作為議員 保護年輕人 不受政府的這些 粗暴 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不會走 喂 不好意思 不合作的運動 大家都知道 已經是 其實不是 民主派議員在做 每一天 香港的市民自己在做 坐下一點 我不覺得 掌握港鐵 掌巴士 掌握全香港的市民 都是在各自國黨裡 在議員 在我們的批判 我們集合國派 在議會繼續訪問 對這個政府的實質 是應有這一點 我們一定會做 如果 這個惡法 不是影響少數的人 是影響全香港的市民 他們都會得 在他們自己的崗位 也都呼籲 更加多的影響 特別是家長 走出來保護這些 因為 他們搜尋出面 又或者他們 面對的政府 面對的警察 他們整身 蓄裝備的 其實他們真的是 細點 所以很希望大家 要求林鄭 在五點前 亦都要求 這些年輕人 不要再因為這些小罪 好 好 好 林鄭 林鄭 不准殺害年輕人 不准殺害年輕人 林鄭 不准殺害年輕人 不准殺害年輕人 林鄭 不准殺害年輕人 不准殺害年輕人 民政黨 Carrie Lamb DonT Shoot OUR Kids Carrie Lamb DonT Shoot Our Kids Carrie Lamb DonT Shoot Our Kids DonT ShootOur Kids ��니다 겠습니다